首先,我們上方這邊有兩個案件 假設先有兩個案件,再改成一個案件 第一個的話,如果說我今天要轉給程式 流程的話大概是這樣 一樣的方式 首先我們也需要做什麼動作呢 需要做這個 宣告 宣告跟連結 首先我們前面講 在畫面上會有Test View 所以Test View的部分的話 我們同樣的可以讓它FindView把ID去找到 這個也是我這個地方有做的一些改變 前面的話,我們宣告的方式是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說我宣告在哪裡 宣告在這裡,宣告一個Test View 它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AnneTest View1 假設這個名稱 把它宣告成這樣 後面的話,再去做一個FindView把ID的動作 這個是強制轉型為Test 它的結構前面大概都是這樣宣告 這樣宣告 可是這裡特別注意 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變化 我宣告的位置不要在這裡宣告可不可以 我如果把這個宣告喔 滴滴的掉 然後呢 在哪邊宣告呢 我宣告的位置喔 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在上面宣告 在上面宣告 那你會想說這兩個之間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不一樣 其實這裡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呢 宣告在上面的話呢 那基本上喔 它是一個成員變數喔 它是屬於喔 這個全域的喔 就是這個 這個class裡面的全域變數 那如果你宣告在裡面的話呢 它是一個區域變數 也就是說 將來呢 如果你在存取的時候 會發生問題你知道 那這裡喔 如果這兩個之間的差別在這裡 那假如我們也 這樣宣告 如果今天先把這個 這個先把它 改一下喔 改在下方 這樣你會比較清楚喔 先把這個喔 宣告在下面好了 一樣還是跟前面一樣 這個 這個都先放在下面 那等一下 會有地方 會發生